1957年2月27号到3月1号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 第11次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 把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作为重大理论和现实政治问题 提到了全党面前 他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 人民内部矛盾处于突出地位 人民内部矛盾 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 这篇讲话运用唯物辩证法 科学地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奠定了理论基础